川普得了新冠,社交平台上一片的幸灾乐祸 为这个人得病而喝彩,还咒他怎么怎么样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阴暗的心理呢 我们先不说川普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做了哪些事情,他到底是怎么样得罪了 这些给他,这些为他幸灾乐祸的人 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,他首先他是一个人 跟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所有人都是一样,都是平等的 当你得知到另外一个人得了病 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为他而担忧或者说同情他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诅咒他,是为这个事情而反而高兴 我觉得这是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人都是有这种心理的话 那这个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还说人是需要信仰 在这种时候呢,信仰是不是能够作为你对一件事情的思考 独立思考的这么一种判断的基础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话 任凭这个消息,任凭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信息的左右的话 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再失去你人性中最基本的一种善良 那之后这个环境会是什么样的呢 非常的不乐观 咱们在波兰的华沙跟您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